中方对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恶意和网络活动表示严重关切 敦促美方做出解释并立即停止相关的恶意活动 我们注意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此次发布的报告指出 现有国际互联网骨干网和世界各地的重要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当中 只要包含美国公司提供的软硬件 就极有可能被内嵌各类的后门程序 从而成为美国政府网络攻击的目标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以提升能力为由 极力鼓动相关国家 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同美开展网络安全合作 甚至实施所谓的网络军事力量前沿部署 这种合作是否会为美方恶意网络活动动开后门 是否会沦为美方鼓动地缘对抗的棋子 我们相信相关的国家自有判断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啰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喔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baby儿童孕妇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